无论是蓝天白云或是阴天乌云 在艺术家李学傅的画笔下 虽然是静默的风景 但却有流动的氛围 观者若细细品味仿佛置身于画中 多年前曾旅居纽西兰的李学傅 喜爱用画笔捕捉大自然四季变化的美景 此次在评诺美术馆贴出回漫各展 展出最新的云与大地之歌创作系列 素写及油画作品 这件事就是 我去到南乡教堂的过程里面 看他说的故事 就是要去你上面 要经过一段 自己的犹豫不解的时间 才会看到这个教堂 所以我就利用后面的笔 来表达一种好像教堂里面有一个声音 自己做一个笔表达 我对这个东西故事的前世 喜欢透过旅行吸收艺术养分及激发创作灵感的李学傅 今年出道墾丁龙盘公园旅行 被当地的地景样貌及牢阔视野给吸引 他创作一系列龙盘的云 希望能透过画作 领观者对画中景点新生向往 龙盘公园地形地貌 我们屁股像得漂亮 所以我非常想要有一个想法 就是要把我们屁股漂亮的地方介绍给大家知道 所以我2020这系列中心都为了龙盘公园产生的一个灵感 李学傅各展主题回曼 为代表徘徊寻觅着在自然中的体验 看似漫无目的般的来回游走 却是一种潜在于内心的感受与环境连接的方式 也是灵感思绪构成的途径 曼则经由细腻的观察 缓缓漫步于地景之中 维曼展至3月31日 喜爱欣赏艺术创作的民众不妨前往参观 感受艺术家透过云表现的思想情感 评讨新闻张如云刘建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